好,本节比较小节开始呢 我们做这个页面开发 所谓的页面开发就是我们上一节在点击那个 数研的链接的时候呢 我们要跳到一个页面去 这个页面呢要专门提示我说 到底有哪几个微博按照了我 然后这个微博的内容是什么 就我们要做一个微博的列表去展示一下 其实这个页面的形式呢 和我们之前做的首页啊 做的那个根主页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也是借用了之前很多的能力 那我们看一下套的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插开我们的代码 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路由开发 渲染数据了大概更多那么的这些 跟之前的一样的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标记为已读 也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 现在其实我有三条微博的消息 然后进来之后呢 进来之后就相当于是我看完了对吧 完成之后呢就要标记为已读 就是把这三条标记为已读 然后接下来再去访问的时候呢 这三条就不算数了 就如果有新的就显示 如果没有新的就显示零了 这个东西大家要记住啊 后面我要加上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界面呢 我们是这么一种形式啊 大家看路由是atme 我们要建这么一个路由 然后导航还是之前的导航 然后发布输入框 也是跟之前的一样的 为什么要发布输入框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回复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回复 你想想 有人at了我对吧 提到了我 那我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我要立马去回复它对吧 因为有这个回复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个输入框 如果没有回复的功能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输入框了 比如说个人主页就不需要回复 对吧 实际上广场页就不需要回复 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个输入框 然后加载更多呢 就是api也会不一样 api atsme 我们加入atsme 然后pateindex 就是加载的第几页 这个看过去 OK 那我们就根据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这个设计吧 我们就把这个模板路由给写一下 这块呢 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做 第一个是先把这个页面给实现了 第二个呢 我们加载更多做出来 对吧 大家别忘了 第三个就是那个标记为已读 就这个页面防御完之后 我们要标记为已读 这后面就不要再开点这些已读的一些消息了 好 那首先就是模板 对吧 模板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 vill里面 我们要建一个叫做 atsme atsme.egs 这么一个模板 模板代码呢 我们不一行一行写了 我们直接考过来 好 我们保存看一下 跟别的一样啊 有个头 有个尾 头里面呢 传了标题 对吧 然后这内容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需要什么数据啊 内容里面的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是 at提到我的 这么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 未读的一个数量 at counts 这个数量我们在上一节 已经做出来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 引用就行了 然后输入框啊 这个跟首页是一样的啊 然后下面这个微博列表 这个列表的这个格式 和加大更多的这个形式 和别的页面也都是一样的 就是列表也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没必要做规论的解释了 看之前的就行了 有个细节需要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 那个can reply 就是blog list里面 can reply 等于true 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回复的 这一点跟首页一样 对吧 首页可以回复 OK 那 有了模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模板给它渲染出来 渲染出来 我们就需要建路由嘛 对吧 在root里面 vue里面 有它的页面吗 blog.js里面 我们建一个路由 好 在最后 我们建一个路由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比如说叫 atme吧 路由 好 router.get s 这个地方呢 s 设计里面写的是sme 然后我们看一下 再启动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 因为那种显示的是什么 好像是有一点出入 我们因为那种显示的 点完之后看一下 它现在是404 对吧 它现在还没有 路由是s-me 所以说 我们这统一一下吧 我们叫s-me吧 我们改一下 设计里面这个地方是sme 是大写 这个me是大写 我们就改成一个横杠的形式吧 我们统一改一下就行了 其实 无所谓了 有哪个都行 反正就两边 哪个改哪个不改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法复先停一下 一遍报错 好 这个地方就改成s-me 然后 同理啊 loginredreps 就是登录验证 是要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一步函数 好 这里面呢 我们要干嘛呢 渲染路由嘛 就第一个 我们要获取这个at数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atcount这个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 肯定要获取第一页列表 对吧 跟之前的列表都是一样的 第三个呢 就是干嘛呢 不要忘了 就是标记为读 好 那我们就adder去搞一下 获取s数量呢 不管是获取s数量 还是获取这个列表呢 我们都需要一个id 对吧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id给取出来 id是怎么取呢 ctx.session里面取就可以了 对吧 ok id取出来之后 我们获取这个s列表 s列表呢 我们去找一下我们之前怎么做的 我们直接砍过来就好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好 这是atcount的 对吧 那最终我们要 这个地方有一个ctx.body 就是我们返回的时候 optersmo返回应该是 awaitctx.render 对吧 我们要认读一个页面 页面的标题叫 add.me 就是这个egs的毛板 大家看到水标的地方 毛板的这个名字 叫add.me 然后这里面呢 数据渲染数量 我们首先把这个scount 给它写上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add.count之后 我们前段页面也需要这个scount 所以我们就这么写上 那我先保存一下 好 记一下 渲染页面 大家看这个顺序 或许按下数量之后 渲染页面是需要的 所以说它在它的前面 然后或许第一页列表 这个地方渲染肯定也是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要写成什么 写成一个block data block data是因为前端需要这么写 大家看这个地方都是block data 叫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说我们都把它放在block data里面去 这里面就是第一页的数据 所以说这个要放在这个的前面 那标记语读是不是要放在前面呢 这个是完全没必要的 对吧 标记语读可以放在后面 就是渲染完页面之后 这个时候程序还没有停止 我们继续执行 标记语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at count大于零 也就是说当前的这个 未读数量大于零 对吧 然后我们就设置为标记语读 这个地方 等会儿还要写啊 我们先这样 有个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渲染完页面之后 我们再去设置标记语读 因为标记语读 它是个后面的情况 就是它等页面出来之后 你再设置标记读读 这是为时不稳的吧 如果说我们把这块 放在这个渲染页面的前面去 起不到任何的效果 反而增加了一个负担 就是说我们渲染页面的 这个时长会增加 因为标记语读 你也需要进行一些数据的计算 和更新的处理 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吧 那这个渲染页面 就会延长这段时间 所以说 我们先把页面渲染出去 先让前段看着 然后我们后面再做标记读读 也不迟 所以说根据这个 用户体验 或者说从优化这个人来考虑 我们标记读读 应该放在后面去做 让服务器猫猫的做 不要让前段等着 对吧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获取第一页数据 这个时候其实呢 就是访问这个controller就可以了 所有的业务 老旗我们都在controller里面去处理 然后controller里面 block ads 在这里面去写就可以了 写一个函数 获取第一页数 第一页的列表 对吧 get ads 你block list 好 这个时候需要UdaID 对吧 获取谁的 然后还需要一个 pdindex 这个逻辑跟之前 那个列表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路由里面 我们获取是 我们是获取第一页 对吧 那我们在controller里面 我们肯定不能就光获取第一页了 我们要通过pdindex 控制获取第一页 我允许你获取第一页 获取第一页 获取也是获取第一页 获取它是零 那你也可以传入一个2 传入一个3 获取第二页 第三页 对吧 但是传入一个1 传入一个2 获取第二页 第三页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函数 这个功能性 可用性 就会常见 就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我们交代更多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函数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 因为跟前半的这个列表的逻辑是一样的 要输出出去 然后写出示 user id 然后number pidindex 这个地方是获取 at用户的 微博列表 规定是第一页 是不是第一页 就通过这个pidindex来控制 OK 这儿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逻辑 直接调用service就可以了 好 先暂时保存一下 我们调用service里面去做 service里面我们 有个叫at relation 对吧 这本来就有一个 然后我们接着写 好 这里面我们看怎么写 首先肯定要定一个函数 对吧 函数名字 比如说叫做 get at user blog list 这个地方就不能叫at me了 at me是一个很业务的说法 at me是个很业务的说法 它是放在controller里面 对吧 然后service里面 它是跟数据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就获取用户的 这个at用户的blog list 没有什么我 也没有什么你 对吧 它是一个数据的说法 不是一个业务的说法 这个话题我们要捞到好几遍了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说要传参数 比如说我们要传 uidid 要传pidindex 要传pagesize pagesize 比如说mary share和10 这种参数形式 我们也见过好多遍了 对吧 跟之前那是一样的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加一个输出 然后写一个注释 好 这儿写查询条件 然后写 获取 i次用户的 微博列表 然后这个地方 在这儿 这么写一下 看来会清楚一些 好 再来保存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获取 微博列表 对吧 大家注意啊 是获取的微博列表 然后我们要打开 我们的model 这儿 我们看一下 这个model的关系啊 最后我们加的是 blog.has many adilations 然后外界是个 blog.id 对吧 那 我们这个地方 要获取微博列表 那肯定是要查询 微博 对吧 好 我为一次 blog.find and count out 这个凯数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要写一些配置 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blog.find and count out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建立关系的时候 要blog开始 blog起头 blog.has many adilations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后面要做inclode inclode里面呢 我们要关联什么呢 我们要关联这个 model adilations 大家看 blog.find and count out 就是blog发起请求 然后关联 就是include 包含这个adilations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blog.has many adilations 大家注意这个顺序 就blog在前 adilations在后 这也是在前 在后 就是这个顺序才行 对吧 当然这个之前呢 我们还要写一些 常规的 比如说limit 就是各种分析的 一个操作吧 limit page size 对吧 我们不解释了 page size 然后offset 就是调过多少页 然后是page size 乘以page index 这个跟之前分析是一样的 我们不能解释 order呢 我们一般是用一个 id的逆序 对吧 好 接下来就会inclode inclode的这个 ads关系 然后adsrelation 然后呢 attribute可以写一下 需要哪些属性 attribute 这边呢 我们需要的属性 就是userid 和这个blogid 因为这个 adsrelation的这个模型呢 它里面就是有 userid和blogid 对吧 是不是一读 我们先不用观察 然后 加个vr条件 因为你adsrelation 不能全查嘛 对吧 你得加个vr条件嘛 vr条件是什么 就是userid嘛 对吧 我这个地方是获取的是 at用户的blogid 所以说 我这个vr条件 一定要加在这个 adsrelation里面去 我们不能加在blogid 里面去 对吧 只有adsrelation里面 才能知道 这个ads用户是谁 所以说 这个adsrelation里面 这个userid 就是ads的用户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 常语条件 要加在这个 userid这里面来 这样就完了嘛 这样其实还没有完 因为我们获取 这个伯克列表的时候 这个伯克里面 是没有用户信息的 所以说 我们不能光获取了 伯克之后 没有用户信息 所以说我们要 把用户信息 连续查出来 就是把这个 user这个信息 连续查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再 加一个model 大家看这样加的话 是不是又是个 三个模型 一块查询了 这个三个模型 一块查询 我们之前 在做手维的时候 做过 对吧 model是什么 是user user没引用 对吧 没引用 我们前面应用一下 当然blog也没引用 然后user没用 我们正好 前面一块引用一下 好 继续写 然后user就没有 什么条件了 就是直接通过 user和blog的 这个外界关键 就可以了 所以user 加一个tribute 就可以了 tribute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r 我们一般用的是 user name 用户名 对吧 然后nickname 然后还有picture 好 告诉我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那个 查询 查询这个 at用户的 博客信息的 这么一个 查询的一个 方式 就是blog发起查询 然后blog 那么要 关联这个 用户关系 然后关联user 关联user的目的 是要我们 在每条博客的 里面 把博客创建 人的这个 用户的 用户name nickname 还有picture 给它查出来 对吧 因为blog里面 没有这些信息 然后at关系 在里面呢 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 做查询条件 因为我们是 at用户的 博客列表 所以说 at用户怎么查呢 只能通过 at relation里面 去查 通过这个 user id去查 因为它才是 at的一个 用户的id 对吧 那好 那通过find at countout 这个方式来查呢 其实也是 result.ros 是每一列 对吧 然后result.cont 是所有的 数量 对吧 但是这个 这count 我们也是需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 做那个分页的时候 需要这个count 所以说我们看看 其他怎么写 这个写法 跟之前 这个首页 写个人主页 写那个什么 广场页 都是一样的 我都写了好几遍了 那我这就快速的写 就是我们 对于ros 每一行 我们都需要 把它这个 roll.degetal values 给它搞出来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好 这应该是写 blog.list 这我可以叫 格式化 然后呢 blog.list 复制成 format 但是这个还没有引用 对吧 所以我们要引用一下 这些 我们可以在format里面 考一下 format blog format 就是格式化 博客 完成之后呢 blog.list 复制成 blog.list.map 点map里面 blog.item 每一项都是item 然后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blog.item.user 对吧 因为它里面 incrose user 所以说我们要 把这个user 给它格式化一下 用这个format user 然后blog.item.user .data values return blog.item 好 最后我们返回的是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 分页 就是列表形式的 返回的第一个 就是count count就是这个result 这个count 对吧 然后第二个 就显示的列表 就是blog.list 好 保存一下 OK 那这就是我们 查询的这个 at用户的 这个博客列表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什么 最主要的就是 它发起查询 然后incrose 的at relation 然后里面有个条件 然后再incrose 这个user 为了获取这个 用户名啊 昵称啊 头像这些信息 最后格式化一下 返回 好 三位次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弄过来 放在这个 controller里面来 首先我们要引用 对吧 引用放在这儿 来引用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在 at relation 认识里面来的 引用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 执行这个 查询了 for wait 然后它需要的参数啊 需要的参数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需要的参数是 u.rd pade index 和pade size 对吧 u.rd是这个 然后 pade index也有 pade size pade size是没有的 没有的 我们跟之前一样啊 你可以在home里面 去把它拷过来 pade size是这个 定的长量啊 我们直接把它拷过来 就可以了 这样 好 这样就可以了啊 然后 blog list 辅识成 readout blog list 那接下来的格式和 我们打开这个home 打开这个主页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格式和这个home 里面的这个get home blog list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拷过来 当然墙面也要拷过来啊 这样写 好 保存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返回的 给了readout 对吧 这里面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count和一个blog list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解构 把count和blog list 获取到 拿着之后 我们看 it's empty等于blog list dial list 是不是等于0 blog list pade size是这个 pade index 这个count 是这个 对吧 所以说 这个返回格式也是比较统一的 就是前端需要分析啊 需要加大更多啊 返回格式都是这样的 那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 ctrl已经有了 对吧 ctrl有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做出来 在这个路由里面做出来 那好 那我们首先要引用一下这个ctrl了 转到里面 转到里面 转到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看一下怎么写啊 好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results 图示称 awage 这个 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是userid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这个 它需要userid和pade index pade index 如果不传的话 就默认是0了 就是第一页了 所以我们正好回去第一页的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results.data 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sugset model 对吧 所以说 可以通过点data来获取里面的信息 有什么信息呢 像 it's empty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bloglist page size page index 和count 那我们就直接这么写吧 bloglist 然后 page size page index count OK 那获取完这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直接就输出到这个blogdata里面去 因为跟之前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说 前端应该也都是这么一种格式 我们简单可以看一下 好 blogdata是这些信息 然后保存一下 看前端 blogdata里面 前端需要blogdata里面 bloglist is empty count pade index count 这些都有 对吧 那所以说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那标记译图 我们先不用管它 好 至少到现在 我们的页面已经选择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看见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好 章三是 信息是三条 对吧 点一看一下 好 果然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报什么错 MyU的info is not defined 然后在blog154 就这个 154 我们看一下 MyU的info 直接烤过来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 那个Udrd 需要改一下 改成自己的Udrd 这个Udrd 好 保存一下 好 重启了 重启了之后 我们刷新 OK 大家看 这个时候是张三的 对吧 当天是张三 张三的这个 里面 提到我的是 以前三条位度 我们看一下 是张三提到了自己 因为张三回复完我的时候 提到有这个地方 有F的张三 对吧 然后王五提到了自己 然后王五也提到了自己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拿李四 李四比如说 我们再提到张三一下 本主页 因为李四没有关注张三 我们关注一下 你好 好 李四提到了张三 刷新一下 有四条 对吧 因为李四也提到了张三 好 这就是这个阴面 但刷新还是四条 还是四条 为什么 因为标记为读 我们还没开始做 对吧 当然接下来更多 也没开始做 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去 比如说 李四 再来一条 张三 然后 比如写上一个 不写这个太多了 张三 哈喽 好 就五条了 对吧 然后 比如说王五 再杀三一下 比如说你的电话是多少 好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个时候超过五条之后呢 这个接下来更多 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实现 这个功能 对吧 但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会做 接下来更多 反正这个阴面 至少实现了 标九一读还没有实现 接下来更多 还没有实现 但是这个数据 已经渲染出来了 而且这个数量也是对的 对吧 好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整个的这个逻辑啊 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这个 service里面 我们查询这个 get as user blog list 这个方法里面 去这个查询比较麻烦一些啊 这个大家再多去回顾几遍 这么一种关系 然后结合了 你的数据模型的关系 多去回顾几遍 OK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提一下 好简单看一下 diff 看有没有特别明显的错误 OK 没有啊 开发 asme 页面 posed一下 好 这样的话 这个页面就做完了 做完 接下来我们要实现 有实现的功能 就是下载更多 以及标记有意读